現在我們要來介紹 以珠寶編織及刺繡的方法 完成的一個胸針 那在这一个就是这个部分是属于珠宝编织的配奥特编织法 那配奥特的应用非常的广泛 它可以包箱那也可以做项链的那个项链的头 项链头或者是织带就是一个长长的织带 那我们今天介绍是一个包箱技法的配奥特 那这个部分的话外围的这个部分都是利用刺绣的方法来完成的 那我们现在首先呢要准备一些材料 那这边呢就是有12零日本小猪 15零日本小猪还有3米的珍珠 爪钻5米的珍珠还有80的日本猪 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底还要有两块皮布 这是正反面两块皮布 那我们首先先准备10公分的皮布两片 那我们先取一块来使用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的线是 最好是用那个珠宝编织线 然后弯居线或者是fire line都可以 那这个线取150公分 在尾端打一个结 尾端打一个结 这就像缝衣服的那个结而已 没有什么特殊的 这个我们先把它准备好 那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天然石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一颗天然石把它固定在这个皮布上 那我给各位的皮布是10公分正方形 那因为我就没有为了要节省皮布 所以我没有用那么大的 它比较小一点点 那基本上呢就是在不管你拿到的皮布是大小 就是尽量把天然石固定在这个中间的地方 固定它的正中间 那因为我这个是有一点椭圆形 所以我的皮布是长方形 我就固定这个方向 我不可以是固定这个方向 所以我给各位的是正方形 就没有这个困扰 但是你自己如果要自己做的时候节省皮布的话 那你如果像这样子长方形 你要记得你要完成作品的那个方向 那这各位的天然石的这个背面 我有帮各位粘了一块 这个是特殊的那个珠宝变质用的 刺绣用的一个双面胶 那各位只要把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拿掉 它基本上就已经有一片胶在上面 然后把它固定在皮布上 在正面 那尽量让它自中 就是让它尽量是在正中间的感觉 那平行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一边高一边低这样子 好 那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我们刚才准备的这个珠宝编织线 我们现在要开始以它来做缝制的动作 那我们首先将这个 这个珠宝编织线由皮布的背面往正面穿出来 从哪边都可以 其实没有一定要从哪边 就随自己的那个习惯 那要圆着这个皮布的这个圆着这个天然石的旁边 不可以这样子距离的离得非常的远 要是刚好是在贴着这个天然石的这个附近这样子 就等于是在它的外围 因为我们现在要缝的是在这个外围上 好 那把线拉出来 整个拉出来 又没有打一个结了嘛 所以是还OK的啊 好 那我们先交两颗的十二零日本小珠 两颗十二零 再把它贴到这个天然石的旁边 圆着这个天然石 好 那我们有一个技巧就是你把这个线往前 往往前拉 然后稍微的以手固定住 然后推一下 这个是这个基本上呢 这个十二零日本小珠 它就会是在这个天然石的旁边 好 那把这个针圆着这个十二零日本小珠的边缘 往背面插 就像缝衣服一样 缝东西一样 我们现在要把这两颗珠子固定在这个皮布上面 所以往背面穿出去之后 因为是起边嘛 所以起边的话 就是我们要让它比较牢固一点点 所以我们要回穿这两颗 所以等一下真要从这个地方出来 好 不要从这两颗中间 就从这个位置 但也不要继续往前 因为我们要固定这两颗 那你就找这个相对位置 基本上呢 它就会是在你起边的位置的附近出来 就会差不多就在 但是不要在同一个洞 你要在旁边一点点的位置上 那出来之后 它基本上就会是在这个十二零的旁边 第一颗十二零的旁边 好 再来 前进这两颗十二零日本小猪 那这样子这两颗日本小猪基本上是已经非常牢固了 好接下来每一次都是将两颗新的日本小猪 线稍微往前拉 这个线稍微的往前拉 左左手的拇指把线固定住 你的手基本上就这样子夹住这个皮布跟线了 那它线就不会这里就不会松松 好 然后在圆着这个十二零日本小猪往背面穿出去 要圆着它 不可以让日本小猪有那个整个就是拱起来的感觉 好 所以我们这个线就是你稍微把它拉好之后 圆着它 对十二零日本小猪往背面穿 穿过来 好 那我们一样把线拉进去到背面了 好 那这个珠子是不是又贴着这个天然石的 那这一次我们要穿到正面来的这个位置呢 会是在这两颗新家的这两颗珠子的中间 好 不是就不是回到第一颗了 好你要回到第一颗也可以 其实只是在把这个珠子在固定住 但是因为我们 如果说你同时加三颗四颗珠子的时候 基本上因为这个是圆很圆 所以我们只加两颗 如果你一次加三颗还可以 加三颗你只要前进最后两颗 就是一第一颗就不用再前进了 那 为什么我请各位加两颗 因为有奇数跟偶数的问题 如果你每次都加两颗 那最后结束你就知道你是奇数还是偶数 就不用再算一次 是这个用意而已 那你要一次加三颗也可以 只是最后你要去算你的珠子是奇数还是偶数 好 那基本上它从这两颗珠子中间穿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前进最后这一颗 然后一样再加两颗就重复的动作 那第一段是这样子做 就是每一次都是加两颗 加两颗新的珠子 线 拉直 手 压住 那这里因为我们要穿的地方是在 要穿到背面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的手指 这个手指 我会顶到这个位置 让我这里有一个突出感 不要软软的 好 然后穿到背面去 沿着这个珠子 12-0入门小珠 穿到背面来 把线拉到背面 再回穿到正面 那一样在回穿的时候 我一样会把这个线稍微就是拉一下固定住 好不是悬空 然后再把这个针回穿到正面来 就在这个两颗的中间 一样回穿 除了第一颗之外的珠子 因为我们只加两颗 所以就回穿一颗 那你也可以 就是回穿两颗也可以 方便就好 那我们就是把它 缝制一圈 在这个天然石的外围 缝制一圈12-0 日本小珠 像这样子就是我们已经缝到 快要接近这个70点的地方 好 所以这是最后 就是这个地方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缝隙可以再塞下几颗 那基本上看起来它只能塞下三颗 四颗不够 可是三颗的时候它的位置又会有一点点 最后一颗的位置会稍微宽一点点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分散它的空间的感觉 就是最后的这个步骤 其实在最后前面的这个倒数第二步骤就可以了 我们不要让它就是这样子垂直下去 这个针 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子垂直 就是圆着这个12-0日本小珠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要让那个最后一颗的那个空隙 不要让它那么明显 我们可以稍微就是往外倾一边边 针往外倾一点点 有一点斜向右边 有一点点缝隙 很少 但是也不能很大 好 就是一边点而已 针是有一点点斜向右边的那个样子 好 那因为我们为了要让最后的那个缝隙不会那么明显 才需要这样子做 否则针都是垂直下去的 好 那一样就是回穿一颗 回穿一颗 那基本上 因为这个缝隙只有差一点点 就是我们让它宽一点点 往外 就是往右边多一点点的缝隙 并不会很明显 否则你把它留在最后一个珠子的时候 那个第一颗珠子跟最后一颗珠子的缝隙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好 那最后这个步骤 所以我们只加一颗 所以我们这个是什么 基数 好 那如果你是加两颗就是偶数 好 这样把它放进来 你看 就是说差一点点 它也不会非常的明显 就是有差 可是不会就是那个缝隙非常的大 因为这里挤不下两颗珠子 你硬要把它挤进去 它珠子是拱起来的 没有办法是平的 但是我们这个作品一定要让它平的 那最后这个步骤 我们加了珠子之后不要直接回穿皮部 我们再前进第一颗跟第二颗 再回穿到背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编第二段 其实它是佩奥特的第三段 那没关系初学者你就不要想那么多 你就认为是编第二段 那我习惯就是这个第一段结束 我习惯会在这里再打一个结 免得我们的线一松脱的时候 它是整个就掉了 那就好辛苦 也好可惜哦 打一个结之后呢 它会穿到正面来 那这个时候你要从哪边穿出去都OK 就是在这附近 不一定要在哪一颗 那这个时候就有方向的问题 那基本上呢 就是你如果往这边走 往上一样的方向 边置也可以 往这边也可以 因为我们在刚才的地方已经有打击了 好就 嗯 哦 哦 哦 中文字幕——YK